你好像还干过模特 是吗 对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我刚开始 跟模特这个行业 没有缘分 因为我的身高 它就给我卡在这儿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呢 是北京奥森公园的 一个春天 它花开了 然后有个摄影师就说 找三个模特 咱们来拍这个外景 拍一些花 然后我当时穿了一件 白衬衫 穿了一件小裙子 照片带来了吗 带来了 是这个第二张 右边这张 右边这张 对 这是你大几的时候 去年大二 哦 很美 嗯 这边是一组写真模特 不错 你知道眼神是没法PS的 其他都给别人 它是有情绪和状态 愤文感应该是 这也是一组写真模特 我放了三组不同风格的 真的不错 今天惠勉来找的是一份 演员和写真模特的岗位 嗯 我想替我们的一些企业家 多问一个问题 如果和电商短视频有关的岗位 你会考虑吗 我不太会考虑老师 不太会考虑 其实这样我有段经历 我之前拍信息流嘛 然后大家知道信息流是那种 特别浮夸的演技 然后我带着我专业学了三年 认真的去作某的台词 然后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后来导演告诉我 不行你给我照这样演 他那种巨浮夸的表演 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表演 我觉得至少我是一个专业的 我很用心地去对待我的专业 慧敏你奥特了 慧敏 因为信息流是为了投流广告 它属于商业广告范围之内的 对吗 对 就像你看到孙力演技特牛 可是拍广告 我选择 洗衣服我就选择什么 那是广告的表演形式 所以你不能拿一种所谓的表演形式 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演戏 我是一个演员 我要演出我的角色 我演广告 我就是一个广告的推荐官 所以你不能拿一个单纯的 因为把短视频跟欣喜流 我觉得这是你的认知盲区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多认知纬度 说演员是我什么都能演 不是说因为表演夸张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专业浪费了不是的 马瑞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在看完你的整体资料之后 我在你的意向岗位这一栏底下 写了一句话 实习难道不考虑拓展自己的认知吗 因为在我看来 你现在找的实习岗位 和你过往做过的 如出一辙完全类同 但是我倒希望 你能够在离开学校之前 结合你现在扎实的 这个理论学习的机会 去拓展你的知识面 拓展你的业务线 然后来丰富你的认知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经验 我确实现在还只是一个大学生 我的知识面肯定是不宽广的 但是老师给了我一个 更全面更中肯的一个评价 我是认可的